美女荒野求生竟然干起了老鼠的活计 对着泥土壁就开挖起来 这莫非是要居住在里面不成 上期的历解可以说是迎来最轻松的一段时间 每天就是拔拔木鼠喂喂猪 日子一天天就过去了 最多也就是无聊到了夜间的时间 拿上鱼叉到溪流之中鼓捉牛蛙 美滋滋地做起了油炸牛蛙的活计 除了吃得无比的开心外 其他的就只能说一本 毕竟这样的生活对于酷爱荒野求生的历解来说 实在是有些无聊 久等荒野大哥归来的历解 那是一等又是一个月 却是没见大哥归来的踪迹 因此实在是憋不住的历解 那是来到了附近的山林之中 准备在这里打造一座荒野庇护所 这一处位置地势开阔 不过历解的建设点可不是地面之上 而是要在这一处土地之中 挖出一个洞来作为庇护所 对于这样的庇护所来说 建设的难度主要在于泥土的挖掘之上 毕竟这些泥土虽然看起来不够硬 但是其实那只是表层的泥土 随着历解不断地挖掘之下 里面的土层不仅水分少 而且密实度高 再加上有不少的石块 因此挖掘的难度很大 另外历解并没有带来锄头等大型工具 只是一个小小的手里产而已 历解还是依旧将自己 放在了一个真实的荒野之中 虽然目前每天还得回去喂养野猪 随着历解的不断挖掘之下 坑洞的深度也在慢慢地加深 目前已经有了一米左右的深度 至于高度和宽度的话 基本上稍微攻下腰身便可以轻松进出 不过这个深度依旧还是没达到历解的需求 而且内部空间也不能一直是门洞的宽度那般大小 因此接下来的时间里 历解不仅是有针对性地加大了深度的挖掘 而且还在侧面做起了掏空内部空间的准备 一番挖掘之下 在侧面搞出了一个一米宽的床位 整个庇护所看起来也是稍微的有了不错的空间感 至少作为一个人的荒野庇护所来说 基本上还是勉强够用的 不过历解可是没有继续停歇 而是对着庇护所的另外一侧开始挖掘了起来 一番挖掘之下 那是直接挖出了一个一米建方的凹槽进去 同时还对着凹槽的上方 利用手离产挖起了直径在十厘米左右的孔洞 这是历解挖掘的炉坑和排烟孔 如此一来 庇护所便可以满足日常居住和睡觉以及烹饪等功能 麻雀催小五脏俱全 目前来说 这样大小的庇护所已经差不多了 再继续挖掘的话便会出现他方的危险 因此利姐也是见好就受 紧接着便来到了附近的竹林之中 开始砍伐起了竹子来 前前后后的 利姐一共砍了五六根大竹子 并且拿到了庇护所门前开始切割起来 利姐先是根据床位的尺寸 开始将竹子切割成段 随后又对开成两半 这样的话 这些大竹片便可以很好地铺设到床上 作为床垫 而剩下的竹子也没浪费 利姐将它们切成所需要的尺寸后 直接铺设在了地面之上 当作地砖来使用 看起来可就要干净得多了 不过这点东西那自然是用不完竹子的 利姐接下来还将门洞处好好地修整了一番 准备制作大门了 大门的竹子部分 还特意地利用打野刀 好好的将面层竹皮给去除了 随后利姐先是在门洞两侧 加装上了一组立柱 再在立柱顶部放置上了三根竹子 这样的固定牢固之后 便是一个合适的门框了 至于大门部分 利姐则是利用起了竹条作为连接杆 将一根根开出孔洞的竹子穿插进去 如此一来便能够拼接出一大竹子大门了 大门的立柱一侧预留有凸出来的竹子 将其直接放置到地面的大竹子之中 便可以轻轻瞧瞧地转动大门了 当然 大门顶部的话需要固定一番才行 看起来还很不错的样子 另外 利姐还在顶部加装了一些竹子制作的挡雨棚 用来防止雨水直接进入到庇护所内 就此 暂时无法进入山林的利姐 便在附近搞出了一座漂亮的荒野庇护所 也算是缓解了她荒野求生的心 不过很快的 利姐又被带到了现实之中 开始切割起了木树 准备制作猪食了 日常的喂养鸡鸭猪等 几乎要花费利姐小半天的时间 而周围近一点的区域打野 只能搞些小山鼠松鼠等 对于打野大佬利姐说 那是毫无意思 不过在利姐的喂养之下 野猪长得那是越来越胖 尤其是两头大猪 看起来真是肥得很啊 至于吃食的话 前两日吃了姑姑的利姐 今儿又来了精神 甜鸡肉可是要比鸡肉好吃啊 不过夜间到了西边的利姐 一番搜寻之下 却是没发现姑姑的身影 但是运气极佳的她 那可是发现了和鱼出没 估计是上游涨水带来的大火 见此状的利姐 那是当即就将鱼插上好 对着和鱼就干 轻轻松松地拿下了 两天十厘米左右的吸水 别看这样的鱼儿不大 但是对于吸水鱼来说 能够长到十厘米 就算得上是大家伙了 像是我们这里 这种野生的吸水鱼 一斤就得个百八十 还很少鱼得到 而在李利姐这里 她她就是有一顿干 不一会就搞到了四条鱼火 还被利姐利用树藤给串了起来 免得影响她继续插鱼 夜间插鱼的好处就是鱼比较少 见到光也不怎么跑 因此利姐抓起来就简单得多了 不过夜间也有危险 容易遇到辣条 要是被咬到了可就麻烦了 因此最后利姐抓到了六七条鱼火之后 便提着鱼向着庇护所返回去了 待到次日早晨 利姐这才开始起锅烧油 将一条条清理干净的吸水鱼 放入到油锅之中煎炸了起来 煎炸鱼肉需要注意受热均匀 免得一些鱼糊了 一些还没数 因此利姐需要来回地转动铁锅 待到第一面煎炸得差不多之后 接着便可以将鱼肉翻个面 继续地煎炸 还别说 这一煎炸好的面看起来那是真有食欲啊 这一次荒野老哥留下来的食用油不多 因此利姐放的油少 最后加了一些水一起来的个油水煎炸 虽然放了点水 但是最后的成品可以说是相当的巴适 看起来就十分的好吃 利姐那是美滋滋地开吃了起来 满口都是鱼肉的鲜香 至于狗子的话 那自然是少不了吃上一顿好了 毕竟利姐向来都不是吃毒食的人 饱餐一顿之后 在将佐煮好的猪食用来喂养野猪之后 接下来利姐又来到了附近的山上 在距离作为打造的庇护所不远处 利姐可是在这里设置起了弹力绳套陷阱来 毕竟不管是作为防护陷阱 还是谁用来打野 那都是不错的选择 而且绳套陷阱的制作简单 取材方便 因此利姐倒是没有花费有太多的精力 便完成了两组陷阱的设置 另外 发现周围有着鸟类出现的利姐 还在树上设置了神套陷阱 毕竟要是能够抓到一只山鸡也是不错的 完食之后的利姐 还在附近发现了新鲜竹笋的痕迹 当即就是一顿开挖之后 直接搞到了一颗鲜嫩的竹笋 鲜竹笋吃起来还是有些苦涩的 不过回味略带清甜 吃上一些生的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熟了之后吃起来更不错 可是好东西 毕竟竹笋含有大量的粗纤维和维生素 对于荒野求生的人来说 可是算得上是比较容易获取的食物 前前后后的 利姐在周围可是挖掘了不少新鲜的竹笋 这对于她未来一段时间来说 那都是不错的食材了 尤为重要的是 利姐这一次还没有回到荒野老哥的庇护所 而是就在左打造的庇护所处 将竹笋处理了 随后在洞内升起了火堆来 利用竹筒在里面烹竹起了竹笋 不得不说这个庇护所还真是不错 火堆的烟气可以很好地排出去 最终等待竹笋煮熟之后 利姐便将它们倒入到了平开的竹子之中 这可是她今儿的玩具了 最终利姐那可是美滋滋地在庇护所门口坐了下来 吃上了鲜嫩的竹笋 简直是巴士的一笔啊 当然 今儿的利姐可不是来这里过家家的 而是砍来了不少的竹子 准备继续建设这个荒野庇护所 利用巨子将竹子剧断之后 接下来利姐又将它们一一地劈砍成两半 最终直接获得了大量的对开竹子来 这些竹子可不是利姐用来建设房屋的 而是将它们整整齐齐地铺设在地面之上 作为庇护所门外的地面材料 即便是下雨的话 利姐也不容易在这里沾染上泥土 而且整个竹子地面的面积可是不小 估计的有个三米乘三米的样子 接近十个平米去了 相当的不错 完事之后的利姐 在准备返回到荒野大哥的庇护所时 却是没想到在路上的时候竟然看到了一只大鸟的出现 剑此状的利姐那是快速地回到庇护所 将弓箭给拿了过来 随后提着灯就在山林间搜索了起来 最终还真被利姐给发现了大鸟的位置 一番拉弓上剑之后 随着卡塔的一声 大鸟便被利姐还给打了下来 轻松收获一只大鸟的利姐 那可是没有懈怠 而是继续再在附近搜寻了起来 希望能够多收获一些大鸟 毕竟一只不够吃啊 一番搜寻之下 下一个倒霉蛋出现了 利姐那是不慌不忙的拉弓射解 这一次依旧是一发销魂 直接将大鸟打了下来 最终实现了双杀呀 在随后的搜寻之下 利姐没有寻到新的目标之后 便提着大鸟回到了庇护所 没吃晚饭的利姐可是不可能等待林间 毕竟今天的时间还不晚 直接将两只大鸟清理干净切块后 就在锅中炖煮了起来 一时间整个庇护所那叫一个肉香弥漫 饿了半天的利姐也是迫不及待地开吃了起来 忙碌了一天 再来上这么一顿大餐 可以说是瞬间就将疲劳给扫除了 而一旁的狗子则是快乐地吃起了骨头来 美滋滋啊 美滋滋 而接下来 老哥依旧还是没有归来 这下利姐可是有些难受 于是我 利姐决定继续在周围搞荒野建造和打野 先缓解自己的心情 今儿一大早 利姐要比往日走得都远 来到了靠近崖壁的区域 这里不仅地势开阔不说 而且周围还有着大量的竹子 用来搞建设那绝对是荒野最佳材料之一 毕竟容易获取 且竹子十分的笔直 旁之末节也是很好修整 利姐根据自己所需的材料数量 估摸着便砍下来不少竹子 同时按照所需的竹子尺寸 对着大竹子进行了切割 锯子的切割下 竹节断开部位会比较地整齐滑一 建设出来的建筑也会更加地美观 将所有材料处理完毕之后 接下来利姐便开始了竹屋搭建工作 为了将竹墙串联起来 利姐还利用细竹子穿过带孔的粗竹子来固定 而在底部的位置 考虑到森林内潮湿得很 利姐先是在底部搭设了两根竹子 接着再在上面铺设满足竹子 这样便能不错地隔离地面士气 在将所有的大竹子两端劈砍出凹槽之后 接下来便可以将大竹子一一地穿到小竹子之上 如此一来竹墙部分便会慢慢地向上增长 当然 建设的过程之中 利姐也是充分地考虑了门洞 因此预留出了门洞洞口 整个竹屋的面积不大 大概在一米八建方的样子 虽然不大 但是也足够当作利姐一个人的临时庇护所 至于庇护所的顶部 利姐准备建设的是三角屋架的双坡形屋顶 几根竹子支撑之后 后续铺设上屋面材料即可 屋面材料同样是采用大竹子 不过是一批为二的大竹子 绿色正面引水流下 白色凹槽被面砍掉里面的竹节部分后 排水十分高效快捷 铺设的时候也很方便 先是白色凹槽面向上铺设 接着再在两块凹槽面搭接的位置处 正面放置绿色的竹子即可 雨水来临的话 由绿竹流入凹槽白竹内 最后导流到两侧的地面之上 不过利姐还做了一个升级 那便是在所有的竹子底端处 横向设置一根竹子 这样的水流会引向两端去 整个庇护所的建设还是十分搞笑快捷的 不仅得益于竹子的辩解 还得益于利姐丰富的荒野建造经验 完事后的利姐 自然是在周围好好地查看了一番 希望能够发现野物活动的痕迹 没想到这一次还真的有了发现 也是因为今儿走的区域比较远 见到地面有野物挖掘竹笋的痕迹之后 利姐可是开心得很 当即收集了不少木材 开始制作起了打野陷阱来 陷阱是最为常见的弹力绳套陷阱 别看旁边的弹力小树也就不到手臂粗心 但是勒住野物之后 野物也是很难逃走的 想要将小树连根打起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即便是野物力气足够 但是被勒住时 大力拉扯的痛是野物很难承受的 唯一的可能便是咬断树头 这样的弹力绳套陷阱 利姐一共布置了三处 期待着有新的收获吧 处理完陷阱之后 忙碌了一上午的历解 那是早就饿了 周围又是竹林 最好获取的食物自然那是竹笋了 搜集了几根鲜嫩的竹笋之后 再在庇护所前升起火堆 直接来上个炭烧竹笋 可以说是最简单的餐食了 将外表烤得焦黑的竹笋壳剥离之后 里面的竹笋鲜嫩无比 吃起来微甜微苦 虽说味道好不到那里去 但是用来对付一顿还是不错的 吃得利姐满脸满足 次日一早的利姐 那是迫不及待的就来到了山上 开始查看起了陷阱来 令利姐没想到的是 陷阱之上竟然有着一只野猪 个头还不小 这只野猪大概率是被勒住了很久 此时战斗力可是实不存疑 在利姐一番试探之后 便被按在了地上 最后经过利姐绑扎后 那时当即就给扛在了肩膀之上 向着荒野老哥的家园归去 在养殖场待了两天 好好地喂养了野猪 以及鸡鸭等动物之后 利姐这才回到了山上 今儿的利姐又搞了不少的竹子 并且按照六七十厘米的距离 切割出了大量的竹断 而且不予一力地用打野刀 将竹子的表层绿皮去除掉 最后更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利用凿刀和打野刀 对着竹子两端开凿起了对穿孔洞来 直接搞出了大大小小的一大堵竹子 孔洞的大小与小竹子的截面尺寸基本一致 因此拼装起来不仅是牢固不爽 还十分地高效快捷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利姐便利用竹子拼装出了一个竹子架子 至于剩下短一些的竹子部分 也是如法炮制地搞出来小一些的架子 而后利姐又搞了不少的竹条 将竹条一一地绑扎在了架子的顶部 根据外观和尺寸看 利姐这是在制作一个小凳子 以及一张桌子的结状 果不其然 随着竹片被利姐一一地绑扎在了凳子面和桌面之上后 纯竹子打造的桌子和椅子便彻底地完工了 看起来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呀 制作完桌椅的利姐 随后准备前往林中查看陷阱 不过路过一片岩石区域时 利姐还现在这里设置了不少的石板陷阱 专门用来捕捉山鼠一类的小动物 这几日的时间 利姐虽然布置了不少的陷阱 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动静 这区域的野物还是比较少 不过利姐也是没有闲下的 而是利用大量的竹片 编织了一道大门出来 最后将其安装上去后 可以说是十分的不错 底部有竹筒做轴头 顶部绑扎上一根树藤之后 大门便可以自由开合 看似整个小屋也是建设的差不多了 不过对于庇护所有想法的利姐 还是准备在侧面加装一个棚子 因为侧面位置可是椅子和桌子的区域 将其罩住更好 利姐先是将立柱和三角屋架给打造了出来 接着又在一边劈砍大竹子 并将竹子的竹节部分一一地去除掉 因为屋顶的建设和旁边的竹屋顶一样 只需要将竹子正反面按照相同的搭建方式铺设即可 这样的操作对于利姐来说 那是基本上没有啥难度 最终在利姐的不懈努力之下 整个庇护所侧面棚子的屋顶部分便建设完毕 看看这个竹屋的整体效果 那是真的美啊 完事之后 利姐又来到了林中搜寻 毕竟夜间下过雨 要是遇到山机一类的野物 捕捉起来就要简单得多了 搜寻的过程之中 利姐依旧还是根据发现的痕迹 时不时地设置一些绳套陷阱 就像是之前的大野猪那般 谁也说不准运起来了 指不定就在抓到一只 而后的一番搜索之下 好家伙真是好家伙 利姐竟然发现了一只大山机 被绳套陷阱给勒住了 当然 这个山机是利姐说的 我看像是一只大公鸡 利姐这是又想吃荒野老哥的鸡了 估计是老哥长时间还没回来 利姐心中也是有些怒气了 有了大公鸡在手 利姐那是迫不及待地将其清理好 带回庇护所升起火堆 搭设好烤架之火 便将整机放在上面 来回地转动起来 让鸡肉烤制得更加均匀 不一会的功夫 就能问到香喷喷的烤鸡味道 外皮也是烤得焦黄 看起来就十分地有食欲啊 这样的烤鸡谁不像迷糊啊 一旁的狗子那都是看得望眼欲穿 随着利姐不断地翻转之下 烤鸡也是逐渐地走向了成熟 饿了半天的利姐 等待已久的心早就躁动不安了 当即将烤鸡拿上桌子 扯下一大块鸡肉便美滋滋地开吃了起来 简直是不要太美啊 而狗子也是收获到了不少的鸡骨头 以及鸡胸肉 在下方吃得十分的嗨皮 这样的鸡可是纯粮食喂养的跑山鸡 鸡肉十分好吃 这样的跑山鸡在城市的价格可是十分昂贵 像我们这里 一斤就得500克 还不一定是真的跑山鸡 最终一整只鸡那是倒在了一人一狗的身前 被吃得一点不剩了 饱餐一顿之后 利姐那是美美地回到了庇护所内 舒舒服服地睡起了午觉来 美美地休息了一番之后 下午的时候 利姐再度出发 前去查看布置的多堵陷阱 希望能够有着更多的收获 查看了好几处陷阱 利姐发现都是空的 因此她还特意地搞了不少的树叶作为遮盖物 以此来增加狩猎成功率 不过利姐也不是一无所获 这不 这就发现了一棵好树 这可是一株笔直的棕榈树 里面的棕榈树芯味道十分不错 为此利姐那时当即就将其给砍了 最终在一番包皮的活迹后 获取到了一节细嫩的树芯 吃起来脆脆甜甜的 味道相当的不错 回到庇护所后 在自己打造的临时庇护所内 这便是十分不错的下午茶 美滋滋啊 待到两日后 利姐再度上山 先是查看起了十块陷阱 可惜都是没有被处罚 这一次利姐本以为又要空手而归之锦 却是发现了野猪的身影 真可谓是山穷水富一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啊 倒霉的野猪那是一路吃着利姐留下来的幼儿 最终走进了绳套陷阱处 直接被绳套给围住了 这只野猪十分巨大 怕是得有六七十斤 这要是来得迟了 绳子绝对会被野猪咬断 不过利姐此时也不敢直接出手 而是不断地试探 消耗野猪的力气 尽可能地将其类爬下 才方便捕捉 最终花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野猪是被利姐给累得无力反抗 不出意外地被利姐给饱砸了起 那是直接扛在了肩膀之上 向着荒野老哥的养殖地去 不得不说 利姐真是捕猪达人了 厉害了我的姐 收获到大野猪的利姐 喂养野猪和鸡鸭 还有小野猪的时候 花费的时间可就更多了 不仅是要搜集木树和芭蕉树心 还需要砍碎进行喷补 为此利姐更是希望荒野老哥快点回来 而她的希望也不会等待太久 虽然收获两只野猪 但是那片区域内的野猪 似乎也是知道了打野高手出没 最近几日那是毫无动静 为此利姐来到之前在土壁上挖掘出的庇护所处 准备将庇护所再次完善一番 之前已经将屋内以及门前都处理好了 目前配置上还差一些捉影 因此利姐先是砍了不少的竹子 准备利用竹子制作桌椅 桌椅的制作虽然不简单 但是前几日在竹屋那里 利姐早已完美地打造了一桌椅 如今的制作不过是如法炮制而已 去除竹子的竹皮 并且在合适的位置开凿孔洞 最后再将小竹子插入孔洞作为连接杆 把桌椅的主体框架给拼装出来 和之前唯一不一样的是桌子面和椅子面 之前采用的是竹条铺设 而这一次 利姐直接采用了圆形竹子铺设 由于两侧立柱能卡住 倒是省了树藤绑扎的活迹 而且这样制作的桌椅 外观上看起来也是比之前的桌椅更漂亮 利姐是真的有一手啊 完事之后 许久没有吃核仙的利姐 那是静直地来到了附近的河边 准备来碰碰运气 这个区域的河道比较宽阔 水流也是比较的浅 不过里面的河鱼还不少 唯一的缺点就是个头不大 来之前利姐就考虑好了捕鱼的方法 这一次她要试试蓝河捕鱼 这样宽阔而且河道有一定坡度的区域 可是蓝河捕鱼的好位置 只需斜着布置上大量的石块 再将细小的砂石部分封堵住石块的缝隙 便能拦截下大量的河水 迎着斜面向下流去 而斜面后端有着不小的区域内 便是捕鱼的位置 不过为了捕鱼方便 拦截水流要尽可能地拦截到位 为此采用塑胶膜做封堵可以说是最佳的方法 不过没有塑胶膜的粒解 也是有办法的 大片的芭蕉叶可是好材料 很快的 斜面后端的水流几乎直接被拦得没有一点水 里面可是出现了不少的被搁浅的河鱼 粒解抓起来简直是不要太简单 轻松收获了好几条 直接放在了一边 除了搁浅的鱼外 剩下的水坑还有着不少 里面同样是鱼儿藏医的位置 粒解可是在里面捕捉到的很多小鸡鱼 看起来怕是有着四五条 除了小鸡鱼外 另外还有着半截手指长短的小花鱼 这种小鱼个头十分的小 但是味道相当的鲜美 好东西虽然小 但是粒解自然是不会放肚 将它们收集到了树叶之中 搞到了估计的有半斤的小花鱼 完事后 再将剩下的七八条小鸡鱼蝎 也是一同利用树叶给装了起来后 粒解这才结束了蓝河捕鱼 这个时候 拦截和道德石块还是要去除掉了 要恢复河道的正常运行 收获满满的力竭 那是美滋滋地带上了鱼火 回到了庇护所 小鸡鱼部分 它已经在河边将内脏部分清理干净了 这个时候直接夹在了竹子之上 搞成了一大排的竹签烤鱼 后面准备烧烤 而剩下放不下的两条鸡鱼 则是装入了竹筒之中 小花鱼部分太小了 自然也是一同装了进去 这是准备烹煮的节奏 力竭今儿的鱼货数量不少 都能搞出烧烤家烹煮的组合了呀 真是很给力啊 随着炭火的炙烤 烤鱼那是烤得焦香四溢 闻起来就十分的美味 等待已久的力竭 那是迫不及待地将鱼拿了出来 放在了自己打造的桌子上 好家伙 只见力竭将烹煮的小花鱼和两条鲫鱼 直接倒了出来 没想到的这竟然是给狗子准备的 不得不说 力竭对待狗子是真的好啊 看看狗子吃得多开心 至于力竭嘛 剩下的烤鱼可是有着不少 虽然外表看起来有些黑 但是野生的合鱼味道鲜美 吃起来那叫一个巴士 看着狗子吃得太快 力竭还将鱼头和骨头部分全给了狗子 这一餐 吃得一人一狗 那叫一个巴士得一笔啊 美滋滋吃饱之后 再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 绝对是爽歪歪 这几日里 力竭只要一有时间 便会来到这里 今儿的他准备在这里开荒种地 当然 主要是为了搞出一块土地 后续不管是自己使用 还是送给荒野老哥 那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个位置地势开阔 杂树也是不多 清理起来还是比较高效快捷的 加之常年累月留存下来的树叶 腐朽之后 那可是极好的肥料 因此这片土地的肥效可以说是很不错 先后将所有的杂草和杂树一一地清理干净之后 接下来力竭便拿上了板厨 开始做起了翻土的活迹来 在没有荒野求生之前 力竭家中可是有着不少的土地 因此种植的活迹可是十分地上手 挖掘翻土那叫一个顺量 典型地上着厅堂下的厨房 打得了色狼斗得过流氓 而且由于坡地 力竭还特意地将土地搞成了一条一条路 中间的凹槽处方便行走 花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将土地翻了一遍之后 接下来力竭便拿来了蔬菜种子 开始将它们均匀地洒落在一条一条的土地之中 这些蔬菜主要是白菜种子 以及一些红豆和瓜果种子 今儿还有雨水 这回下种的话 还省了浇水 当然 种植如此之多的蔬菜 加上荒野老哥自己就有菜底 人是吃不完的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为了喂养鸡鸭猪的 种植好蔬菜之后 力竭可是没有停歇 而是搞来了大量的竹子 开始切割了起来 将它们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随后再利用打野刀一一地劈砍开来 最后搞成了一大堆的小竹条以及长竹条 除了竹条外 还有这一部分的竹节 被力竭开出了不少的孔洞 这部分竹子的一段是削尖了的 这样方便力竭按照一定规律 将其插入到泥土之中 长竹条部分 那是被力竭直接插入到了竹子的孔洞之中 每根竹子三个孔洞 因此长竹条也是三根 力竭是准备建设一个篱笆 将开荒出来的土地给围起来 围出的是篱笆的主体框架 剩下的短竹子部分 将其卡在三根长竹子之中 才是篱笆的主要利面 这部分的活迹看似不难 实则简单 只是耗费的时间比较长而已 毕竟虽然整个土地的面积不大 但是篱笆的总长还是不小 可以说 编织篱笆花费的时间 那可是比开荒翻土外加总计上 种族花费的时间还要长 最终足足地搞到了下午 力竭这才算是满意地将菜园的篱笆部分给彻底地处理完毕了 还别说 这个菜园看起来那真是很不错的样子 完事之后 又累又饿的力竭可是没准备回去吃饭 毕竟虽然不远 但是走回去也需要不少的时间 而附近的山林之中 竹笋可是不少 就地取材的话 简简单单就能吃上一餐 力竭在附近那可是挖掘到了不少的好竹笋 最后先后收集到了五六根大竹笋 看起来就美味得很 抱着一大堆的竹笋 力竭慢慢地回到了庇护所 并将竹笋放在了桌子上 烹饪竹笋的方式 依旧还是十分地简单除暴 直接洞内的火糖处灼烧即可 这个火糖可以说是十分地不错 看看这排烟效果 待到竹笋烤熟之后 力竭那是迫不及待地将外皮焦黑的部分去掉 接着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竹笋底部部分较硬 此时吃起来还是脆的口感 而上部则是比较细软 这一餐 力竭可是直接吃了三颗竹笋 真是猛啊 吃完之后 再在屋内休息一回 简直是不要太爽 这两日不是在捕鱼 就是在制作桌椅 以及开荒种地 因此今儿的力竭准备碗点新花药 制作一种新奇的打野装置 因此砍伐的竹子都是竹子臂比较厚实 整体坚硬的竹子 将其砍出一米长 在将中间部分削出一个对穿的长条孔洞后 又在上方位置处继续地劈砍 搞出一个对穿小孔出来 紧接着砍出几根合适的竹片 一根竹片穿过上端的小孔 另外两根竹片插入到下端的长条孔内 这两根竹条前端上下分开 后端利用树藤绑扎在一起 而在竹筒顶部 也有一个小孔 这个孔内可是穿过一根竹竹 竹端一段绑扎另一根长竹条顶部 另外一段拉扯在两竹条的末端 长竹条掰弯之后 另一端是卡在两根竹条的上端竹条卡槽处 将上端竹条抬起来时 长竹条的形变变回加大 弹力也会增加 弹回去使两根竹条便能卡住猎物 这便是打野装置的原理 这样的装置自然是少不了触发装置的 而触发装置便是连接上端竹条的竖头末端 这里绑上一根竹条卡在装置之中 也无触碰到便会被夹住 就像是这般一样 这样的打野装置 力姐可是不止制作了一组 毕竟装置越多 收获到野屋的概率越高 不过就是制作比较费时间 因此力姐也只是制作了两组打野装置 并且来到了山林之中 开始搜寻适合的位置 用来放置陷阱 这种装置适合捕捉山鼠松鼠一类的小动物 最后力姐将其布置在了山鼠最喜欢出没的位置 陷阱的布置很简单 插入地面后 将平衡装置设置好即可 当然来上一些树叶伪装 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陷阱布置完毕之后 在回去的路上力姐还发现了大量的羽毛 看着羽毛的个头是真的不行 可是把力姐高兴坏了 毕竟抓到野鸡的话 那不得再次吃上烤鸡啊 于是乎力姐快速地在周围设置了一组绳套陷阱 希望后续能够有极佳的收获 然而在力姐返回的路上 竟然出现了惊人的一幕 没想到前方出现了大火鸡的身影 好家伙真是好家伙啊 一只大火鸡的出没 见到火鸡的力姐 那是无比的激动 当即小心翼翼地靠近火鸡之后 就是疯狂地追逐起来 这只野鸡的速度十分之快 在拼命地逃跑之中 接连不断地躲过了力姐的好几处飞骨 这让力气不断被消耗的力姐十分地着急 毕竟丛林之中地形杂乱无章 可以说是火鸡的主战场 因此力姐越发地追逐下 越是发现了追逐的难度巨大 最终经过了两分半疯狂追逐之后 大火鸡的身影那是越来越远 越来越模糊 直到最后彻底地看不到为止 可是把力姐给气得呀 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气不打一出来的力姐 那是当即就把气给撒在了 这棵倒霉的芭蕉树身上 开始利用打野刀 对着芭蕉树切割了起来 准备将里面最为鲜嫩的树芯给取出来 毕竟树芯部分十分地脆嫩 含有大量的水分和一些糖分 在野外用来补充水分可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力姐搞出芭蕉树芯可不是为了补充水分 而是回到了庇护所 准备将这些芭蕉树芯作为今儿的餐食 将它们搞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放入到装有山泉水的竹筒内 最后在壁炉之中进行一番烹煮 当然 这样的餐食在营养上肯定是不足的 不过今儿外面又下起了雨来 力姐也是没有功夫出去搜寻新食物了 只得勉强凑合着吃一顿 随后的几日里 力姐总算是迎来了好消息 不是捕捉到极品野物 而是荒野老哥回来了 力姐那是不仅将老哥的庇护所还了回去 而且还将这些天捕捉到的几只野猪一腾卖给了老哥 这下力姐可算是能够来到远一些的地方探索 想要扎根在深山之中 居住的地方那是十分重要的 毕竟山中也无多 白天还好说 夜间睡着的时候 可是危险的很 因此 力姐那是选了一处坡地处 利用板厨开始挖掘了起来 准备在这里建设出一座隐蔽安全的荒野庇护所来 感受到泥土的坚硬 力姐是庆幸自己带来了一把板厨 不然靠着木棍挖掘的话 那难度可以说是十分巨大的 毕竟即便是使用板厨 挖掘不到一米深度的时候 下面便遇到了混杂碎石的土层 相当的难挖 甚至就连手里产挖掘时 进度都是十分的慢 要不是前面已经挖掘出了大量的泥土 力姐此时甚至还想要重新选择一个区域挖掘 面对这般的情况 力姐只得放弃挖出更深的坑 而是在下面修理一番 搞出一个床位出来 无法做到全地下室的庇护 她也只得推而求其次 制作一个半地下室的庇护所 因此需要不少的竹子作为建设材料 好在周围的竹子还不少 不一会的功夫 她便砍来了一大堆 至于带有树叉的木棍部分 将其一段削尖之后 那可是极佳的力竹部分 力竹的起点可不是在坑内 而是在地坑的两侧 挖掘出力竹坑洞之后 便可以将其放置进去 回天泥土夯实 这两根力竹力起之后 放置上横梁 便是双坡屋顶的最高处 两侧架设上短一些的力竹 以及斜坡上的横梁便是屋架的框架部分 至于屋面部分的材料 力竹先是采用了大量切割好的竹筒 将其紧靠着地布置在屋架之上 而房屋的前面部分 架设竹子之后 再在前端一一地插入木棍 制作出一个木墙 这样的话前端空间会比较高 生活方便些 后端的话主要是床面低上方 平躺着睡觉 不需要过高的空间 当然 庇护所内最好是有着壁炉 这样的话既可以提供暖气 也能够烹饪食物 因此接下来力竭那是必须建设一个壁炉才行 处理的黄泥团便是力竭制作壁炉的关键 它们是极好的粘接机 一层黄泥土一层石块 层层叠加地由下向上铺设而去 便能够快速地建设出一个壁炉来 最后再利用黄泥土将壁炉内部一一地涂抹光滑 如此一来 壁炉部分便完美地融入到了壁护所之中 至于前段的雾面部分处理 力竭依旧还是采用了竹筒先进行细致的铺设 直到铺设到中间时候 这才特意地流出了一个窗孔 制作了一扇竹子窗户 将其放上去 平日里便能开合 既能观察外界情况 同时又能起到采光和通风的作用 至于大门的进出口 那便是庇护所的侧面部网 因此需要好好地处理一番 将进口处的土壁挖掘一番 搞出进出的阶梯来 而外侧则是修建一个弧形的坡道 方便进出之际 还能让雨水流向低处 当然 只靠竹子部分作为污面 那必然是会漏水的 因此力竭搞来了不少的树叶 将其铺在了屋顶 竹缝处还特意用树叶嵌入 最后这是将挖掘出来的泥土 一一地铺设到了树叶之上 如此一来一般的雨水也是能够扛一扛的 不过考虑到长时间的暴雨 力竭还挖掘来了大量的草坪 将其铺设到了泥土之上 这下即便是面对暴雨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铺设上草坪的话 更好地融入到大自然中的庇护所 其伪装效果可以说是更好吗 关键是丽姐还在周围种植了一些植物 看起来可以说是十分和谐和漂亮 就此 除了欠缺一道进出的大门外 整个庇护所可以说是相当的完美 至于大门部分 那更是难不倒丽姐的 制作出大门的框架之后 再利用竹子做门面材料 不一会的功夫 大门边处理完毕了 看起来可以说是相当的耐丝啊 忙碌了半天的利姐 此时早已经是鸡肠碌碌 好在周围竹林可是不少 随便一番搜寻之下 白妮发现了两颗大竹笋 用来裹腹的话 短时间内还是不错的 拿上竹笋并且收集了一些木柴之后 接下来利姐便在全新的庇护所之中 升起了火来 有一说一 这个壁炉的效果还是十分的不错的 火是很旺 竹笋在火炉之中也是慢慢地成熟了起来 而饿了半天的利姐 那是迫不及待地将其拿了出来 开始美滋滋地吃起了起来 软糯香甜的竹笋吃起来 味道十分的不错 很快的利姐便吃完了一根 开始对着第二根出了手 不得不说 忙碌之后的食欲就是好啊 饱餐一顿之后 利姐便进入了梦乡 看起来这个床位空间还是很大的呀 夜间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声音吵醒了利姐 此时的利姐还不知道放置的摄像机 记录下了也无出没的情况 好在野屋似乎也是听到了利姐醒来的动静 最后自得离开了 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夜之后 次日的利姐那是查看了地面留下的痕迹 再加上摄像机的记录画面 初步推测是野猪干的 这下利姐可是高兴得很 虽然野猪将庇护所周围的草坪给弄乱了一下 大概率是闻到了烤竹笋的味道 但是能够发现野猪 这对于利姐来说 那便是有着不小的概率能抓到对方 实现吃肉自由的梦想 不过在布置野猪陷阱之前 利姐还需要有着自保手段 打造一张弓箭 毕竟除了防身外 还能捕捉山鸡野兔的 这种简易的竹子弓箭 之前利姐可是制作过多次 制作的难度也不大 因此制作起来可谓是得心应手 不过这种弓箭也有缺陷 那便是威力相对比较小 并且使用期限不长 不过对于利姐来说 使用一段时间也够了 弓箭制作完毕之后 那自然是要好好的施射一番才行 总体上来说 在四五米以内的距离下 弓箭的准头和力度 还是十分不错的 再远一些的话 那就要看运气了 拿上弓箭之后 接下来的利姐 在山林之中搜寻了起来 而一番搜寻之下 可是有了新发现 眼前的地面上 可是布满了野猪挖掘竹笋的痕迹 而且通过咬痕 以及地面的野猪脚印 利姐大概能够看出野猪不算大 不过能够抓到的话 吃上一周还是没问题的 因此利姐先是砍伐起了树木来 准备制作打野陷阱 考虑到野猪个头不大 利姐并没有制作地坑竹箭陷阱 而是利用附近的树木以及树藤 准备制作一个弹力绳套陷阱 最后在在底部布置上 大量的触发卡条之后 这才将绳套部分给放置了上去 一旦野猪踩到触发杆便会破坏平衡 从而被绳套勒住 当然 干树叶这些可是少不了的 将其铺设到木棍子上 便能够遮住陷阱 另外利姐还在陷阱周围插满了树枝 只留下了陷阱处的空缺 野猪路过这里的话 便有很大的概率从中间经过 最终中招 当然 这样的弹力绳套陷阱自然是多多益善 因此接下来的时间里 利姐又再发现了野猪痕迹的区域 布置了另外的两组陷阱 希望能够收获惊喜 在庇护所休息了一夜之后 次日的利姐那是在周围捡到了几根羽毛 这可是好东西 将其用来制作箭矢的剑影 能够有效地提高箭矢飞出去的稳定性 因此利姐自然是要好好地将箭矢处理一番 甚至就连箭矢也进行了制考 减少水分的同时修正笔直度 这些都是能够提高打野成功率的经验 不得不说 利姐的荒野经验还是十分丰富的呀 准备好弓箭之后 利姐再次来到了山林之中 两日没吃肉的他 那是特别渴望蛋白质的到来 因此搜寻起来十分的小心翼翼 生怕惊扰了野物 而在不远处 一只野猪已经是进入到了神套陷阱的周围 正在美滋滋地吃着利姐布下的竹笋诱饵 然而利姐是低估了这只野猪 受到惊扰的他 一瞬间就冲了出去 竟然直接闪过了神套 好家伙真是顶呱呱呀 快得像是飞猪啊 前来查看陷阱的利姐也是没想到野猪这么快的速度 遗憾的他只得将陷阱恢复 希望还有其他野猪回来 俗话说有得必有失 今儿利姐虽然失去了野猪 但是接下来却是迎来了一只山鸡 看模样就知道大概率是以前老村落遗留下来击中 不过这玩意长时间在山中 依然是野性十足 即便是中了一箭 跑起来也是飞骑 那是让利姐狠狠地追逐了一番 最终才算是将其给抓在了手中 拿上山鸡的利姐 哪里还管其他 赶紧地回到庇护所 将山鸡清理干净之后 便放在了壁炉之中制烤了起来 不一会的功夫 烤鸡就开始散发出诱人的肉香 不过利姐再饿也得忍住 因为山鸡肉必须烤熟了才能吃 野外吃是不熟的话 那可是很危险的 最终又是一番制烤之后 鸡肉烤得那叫一个香啊 几天没吃肉的利姐 那是迫不及待地将山鸡拿出来 搞了一个大鸡腿 便美滋滋地开吃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野猪的味道实在是太巴适了 一个鸡腿嫩是没有撑过两分半 便被利姐吃完了 而一整只鸡也仅仅是撑了十分钟 便被利姐彻底地解决完毕 饱餐一顿之后 那必然是要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去 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夜之后 次日一早的利姐又开始前往陷阱处查看了起来 不过昨夜猪受惊吓 其而自视没动静 倒是利姐发现了一个老鼠的窝 当即就是一棒砸落后 最终那是成功地从里面发现了一只大山鼠 除此之外 利姐在继续寻山的时候 还发现了一个鸟窝 仔细查看下里面可是有着好几颗鸟蛋 不过这个鸟蛋的个头太小了 最终利姐还是善良地放弃了吃鸟蛋的想法 拿上山鼠的利姐 那是静止地来到了河边 在这里拾了一些柴火 升起火来将山鼠给好好地取出了毛发 清理干净之后夹在了竹子上 放在了炭火之中炭烤了起来 这便是今儿的早午餐啊 虽说这点肉没多少 但是毕竟全是肉 吃起了还是能够补充不少能量的 而且味道很是不错 让利姐吃得那叫一个美滋滋 饱餐一顿后 来到河边的利姐自然是不会放过寻找河仙的 而在利姐一番搜寻之下 没想到竟然真的发现了河仙的出谋 一条大鱼 想要捕捉大鱼可是不容易 为此利姐那是当即决定砍来一根竹子 将打野刀绑扎在上面 做成一把长矛 随后便是对着这一个水坑疯狂地出手 这条大鱼很明显是被搁浅在这里 毕竟如此大的鱼一般不会出现在小水坑内 多半是之前发大水带来的 在利姐接连不断地出手之下 最终那是成功地击中了超大的鲶鱼 初步估计鲶鱼大概有个六斤左右的样子 查看水坑内没有鱼后 利姐这才将其串在了树桶之上 提着大鱼向着庇护所返回 一路之上 利姐还特意地收集了一些枯树作为柴火 毕竟这两日山林间比较潮湿 这样干柴能多收集一些自然是最好不过 美滋滋地搞到了一大捆的干柴 足够利姐生活个两三天的时间 利姐这才带上鱼或一同将柴火给拿回到了庇护所 并且在壁炉内快速地升起了火堆来 这回生活可不是为了烤火 而是利姐要烧制一些炭火出来 准备烤鱼 为了烤鱼 利姐还特意地劈砍了不少的竹子 利用竹子搞起了编织来 制作了一个简易的烤架 至于大鱼的处理那可就是简单粗暴 清理干净之后 利用打野刀直接劈砍成鱼肉断即可 看看这数量 那真是不少啊 几乎是将整个煮烤架给铺满了 其实说是烤鱼倒不如说熏鱼 因为烤架可不是放置在炉内的 而是放置在出烟口处 制作的是烟熏鱼 当然 利姐今儿的餐食部分 那自然是要放在炉火之中制烤了 这里的火力比较足熟的快 至于烟熏肉部分 不得不说这浓烟是真的大 看看鱼皮部分熏制的那叫一个黑啊 熏制一会之后 利姐便将鱼肉挨个翻个 让鱼肉更好地受热 慢慢地蒸发掉水分 这样的鱼肉才会保存更长的时间 至于利姐烤的这块鱼肉 此时早已经是烤得焦香四溢 吃起来那可是十分的鲜美 尤其是这种大鲰鱼的鱼子少 基本上就是中间的竹骨 因此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让利姐吃得直呼过瘾啊 美滋滋地将鱼肉吃完之后 利姐又好好地调整了一番伙食 确保不大不小 待到放在外面的鱼肉熏烤得差不多之后 利姐便将其拿到了庇护所内 以免自己睡觉的时候 鱼肉被野物偷吃 这两天利姐虽然是收获了一条大鱼 但是十分可惜的是陷阱处几乎是没有动静 鱼肉也是消耗一空 因此今儿一早的它 那时拿上了打野刀和弓箭 向着更深的山林前进 探索未知的区域 希望能够有新的发现 为了以防万一 利姐在一处岩壁处 决定在这里打造临时庇护所 这样的话 即便是自己当天来不及赶回去 也能够在这里好好地休息一番 这个位置也是不错 底部空间大 雨水基本上进不去 搞上几块石板做底 搭上一些木棍的话 潮气也会被隔绝不少 在铺设好木棍之后 利姐还没结束 搞来了棕榈树叶的它 那时直接施展出了一手漂亮的编织技术 利用树叶制作出了一个席子来 毕竟光是木棍的话 床面太过硬了 睡起来十分的不舒服 编织好席子之后 再将其固定在床上 还别说 坐上去还是十分的舒服 暂时没搜寻到野猪豪猪一类野物活动痕迹的利姐 接下来又把目标放在了河中 这条河可是要比之前发现大鱼的溪流大多了 利姐希望能够在里面发现一些大鱼 不过一番搜寻之下 别说是大鱼了 就连小螃蟹都没一只 然而有时候惊喜就是不期而遇 在利姐继续地搜寻之下 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只野鸭子 好家伙 可是把利姐给高兴坏了 小心翼翼地靠近着野鸭 毕竟山鸡野鸡吃了不少 但是野鸭子那是真的难得遇到 在利姐慢慢地靠近之下 最终在距离野鸭子不到五米的距离时 利姐便不敢继续前行了 毕竟野鸭子可是会飞的 只见利姐潜伏在一块巨石旁边 小心翼翼地拿出了箭矢 慢慢地将其装填好之后 随即拉弓瞄准 咻的一声 箭出人出 箭矢击中了野鸭子 利姐也是快速地追逐而去 野鸭子虽然中招了 没想到速度还很快 好在击中的是翅膀 不然还真担心利姐追不少 最终经过一番追逐之后 野鸭子终究还是难逃被抓的命 直接被利姐拿在了手中 好好地查看了一番之后 眼见天色不早的利姐 那时决定赶紧带上鸭子返回庇护所 不过返回的是临时庇护所 毕竟回到这里还需要生火和处理野鸭子 都是要花费时间的 而回到地坑庇护所的话 距离太远 棉又得出来 路程上就会浪费不少的时间 加之处理野鸭子的毛可是比较麻烦 而在这里由于边上就是水源 相对来说可就要方便太多了 经过利姐的一番操作之后 最终那是将野鸭子给清理得干干净净 关键是这只鸭子还不小 清理之后怕是都还有个两斤半的样子 为了方便制烤 利姐还将鸭子切成了两部分 分别夹在了竹子上进行了制烤 这样的话鸭肉熟的也会比较的快 尤其是小的一块鸭肉 早点熟的话 利姐也能够早点吃上 制烤的时候也能够看得出来 大块的放高处慢慢烤 多半是第二天的吃时 小块的放低处 这样的熟得快 利姐能够早点吃上 最终烤了半个多小时后 小块的鸭肉烤得那叫一个焦香四溢 饿了半天的利姐那是迫不及待的就拿起了鸭肉来 美滋滋开吃了起来 整体上鸭肉吃起来要比鸡肉更细腻一些 不过腥味为重一些 到那时肥厚程度的话 鸭肉可就要强太多了 吃的利姐那叫一个过瘾 饱餐一顿之后 利姐又将大块的鸭肉调整一番 让其慢慢的熏烤着 这可是明的吃时 至于利姐的话 那自然是美滋滋的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 利姐一早起来便开始检查起了烤鸭来 毕竟这可是她今儿的吃时 要是烤坏了那可就得饿肚子 不过利姐的烤肉技术 那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看看这烤鸭烤的 那真是油光蒸亮的 鸭肉看起来也是红润红润的 相当的漂亮 切开之后里面还有着不少的汁水 吃着也不干不柴 相当的不错 利姐那时一块一块地将鸭肉搁下来 美滋滋地开吃了起来 简直是不要太过瘾了 当然 利姐也没有直接将鸭肉吃完 而是吃了三分之一作为早餐 随即拿上打野工具 开始在周围搜寻了起来 一番搜寻之下 利姐在山坡上发现了一根树藤 这可不是普通的树藤 而是一颗山药的藤蔓 为了挖掘出山药来 利姐直接砍来了一根木棍 将其削尖之后用来挖掘 不得不说 看看利姐这认真挖掘的样子 那真是认真干活的女人最美丽啊 这一处地面的泥土软硬程度一般 为此利姐挖掘的进度还是比较快的 即便是下方有着不少的石块 也是能够挖开 随着利姐不断地挖掘 地坑的深度也是越来越深 此时也能够看到一旁凸起的山药 这个时候挖掘出的长度大概有个20厘米 不过利姐依旧是没有停下 而是继续地向下挖掘 准备尽可能地将山药给挖出来 就这般的 利姐在这个位置那是足足地挖掘了40多分钟 此时地坑深度估计都快有个1米深了 不过这般的挖掘也是值得的 因为下方的山药维度越来越粗 到这个时候 利姐这才停下挖掘 开始将下方的山药给取了出来 当然 利姐也没有将所有的山药挖出来 这样的话 下方留有一段山药 日后还会有山药生长出来 至于收集到的山药部分 利姐那是将其搞成了一段一段的 将它们全部的放在一起后 便能够利用树藤进行绑在 以方便接下来携带着行走 拿上山药的利姐可是高兴得很 不过倒也没有回到庇护所 而是继续搜寻野物的痕迹 毕竟吃肉香啊 还别说 这一搜寻之下 利姐还真是发现了一些脚印 看起来脚印不大 但是周围又有着不少芭蕉树被啃食的痕迹 利姐猜测是小野猪或者是豪猪一类的野物 不管是哪一种 对于利姐来说 那都是好东西 为了捕捉到野物 这一次利姐打算来个守株带兔 她在周围砍来了大量的木棍 接着将木棍绑扎在了旁边的树上 准备在这里打造一个空中隐蔽点 一旦野物过来 她便从天而降 偷袭野物 为此利姐还搞了大量的树叶 将这个空中藏身点给好好的伪装了一番 从外面看上去的话 那是啥都看不到 当然 想要吃肉 纳梅就得拿出诱饵来 利姐这次可是将山药作为诱饵放在了下面 而后自己便慢慢地爬到了树上 在这里等候了起来 手中的弓箭便是利姐打野的关键 那么你觉得利姐能够采用这样的方式拿捏野物吗 等待野猪可是需要相当大的耐心 利姐那是足足地等候了两个多小时 这才发现了野猪的到来 不过下方的野猪个头不大 是一只十五六斤的小野猪 但是这也是肉啊 可惜的是利姐一箭下去却是打偏了 急急忙忙冲下去的她 那是连野猪毛都没发现 这下可是亏大发了 气得利姐拿上弓箭 又对着不远处的树叶笔划了起来 然而却是发现弓箭失了准头 怪不得刚才没有击中小野猪 发现问题的利姐也来不及制作新的弓箭了 而是沿着地上的痕迹追踪而去 小野猪刚逃走 地面的痕迹可是比较的新鲜 一番搜寻之后 利姐竟然发现野猪逃窜的方向 竟然是荒野老哥的住宅方向 在追出去好几里地后 利姐选了一处合适的位置 利用削尖了的木棍 开始对着地面挖掘了起来 好家伙 看看利姐这般的挖掘 大概率是要制作的坑陷阱了 原来利姐是觉得野猪不算太大 自己要是能够活捉对方的话 到时候将其拿住 带到荒野老哥那里去 将野猪出售给他 也能小赚一笔 目标清晰的利姐 那是对着大地就是疯狂的挖掘 毕竟想要活捉野猪 那么地坑的深度就得够用 否则野猪可是能够跑出来的 前前后后的 利姐那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这才挖掘出了一个深度在一米三四左右的深坑 这个地坑四壁十分的垂直 野猪很难借力跳出来 当地坑挖掘完毕之后 接下来便是要布置掩盖物 周围的这种具有长条的植物 那可是极佳的材料 利姐还砍了一根小芭蕉树 将其用来作为诱饵 由于是想活捉野猪 因此利姐不需要搞出地次逐渐一类的装置 只需要将植物精感放上去 再利用大片的芭蕉叶覆盖住地坑 同时在上面放置上大量的枯树叶 作为伪装即可 当然 坎来的芭蕉树还需要屁看成大量的芭蕉树碎块 让其满满地覆盖在地坑上 一旦野猪闻到味道来吃时 就会掉落到坑内 治愈这些带有叶子的植物 则是用来拦截地坑两边的道路 让其只有一条道 做完这些之后 利姐这才离开 向着打造的零食庇护所返回 然而回去的时候才发现 剩下的烤鸭竟然被野猪偷了 好在手中还有不少的山药 将其放入到火中 还能搞一顿烤山药吃吃 山药个头不大 因此熟得比较快 不一会的功夫 利姐便拿起一根山药 清理掉黑黑的外部 美滋滋地开吃了起来 还别说 很久没吃山药的利姐 这一顿吃得那是十分的过瘾了 在庇护所休息了一夜之后 次日一早的利姐 那是早早的起床了 回到地坑庇护所将木头弓箭拿了过来 返回的时候还在树上发现了只松鼠 悄然间利姐便慢慢地靠近了过去 拉弓上剑后瞄准了松鼠 随即一箭寄出 而后则是奔袭而去 在地上寻找了起来 很明显 利姐击中了松鼠 还是一只个头不错的松鼠 不过今儿到没的松鼠可是不止是一只 十多分钟之后利姐再次命中了一只 这要是昨天拿上的是这般弓箭的话 那只小野猪便看不到今天的太阳了呀 可惜了 拿上早餐的利姐 那是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庇护所 升起火堆之后 将两只松鼠的毛发一一地处理干净 利用竹子美滋滋地搞起了荒野烤肉来 不一会的功夫 庇护所下方便散发出了阵阵浓烈的烤肉香味 而利姐也是耐心地等待和翻转着 直到烤肉彻底烤熟之后 这才将其拿了起来 开始撕扯下大块的烤肉 美滋滋地开吃了起来 烤肉烤得那叫一个焦香酥脆 尤其是不少的小骨头的都是烤干了 利姐自然是毫不客气地全部吃下 饱餐一顿之后 利姐这才准备开始前去查看一番野猪陷阱 不过今儿吃得饱饱的 她竟然忘记了拿上弓箭 也不知道是不是个好消息 而在另外一边 利姐放置的摄像机却是记录下了好消息 只见一只野猪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了陷阱处 从一边走到另外一边之后 野猪竟然走到了陷阱之上 刚踩上去两只脚的她还没意识到危险 还在闻着食物的味道 紧接着整个身体都走了上去之后 下方的支撑一瞬间便支撑不足了 野猪一下子就掉了下去 而此时的利姐也是距离野猪陷阱不远 刚一走到后竟然惊喜地发现了陷阱被触发了 利姐当即上前查看了起来 看到野猪之时 利姐可是开心坏了 因为这只野猪可不是拙的那只小野猪 这只野猪要大不少 估计得有个二十七八斤的样子 绝对是个好货 为了将野猪拿捏住 利姐那是不断地消耗着野猪的力气 决定将其累得差不多再出手 在利姐的骚扰战术下 野猪也是累得够呛 最终一不小心便被利姐拉住了后童 倒着向上拉扯了起来 而在利姐的操作下 最终野猪是被利姐拿捏住了猪脚 扛在了肩膀之上 向着荒野老哥的庇护所前去 来到老哥的家之后 利姐对这里可是太熟了 直接将野猪放进了猪圈之中 接着就进屋和老哥谈了起来 新野猪的到来也是引起了一大群家禽的警惕 尤其是小野猪和鸡鸭血 当然 大野猪自然是不怕那只小野猪的 荒野老哥也是和利姐一起看了太野猪 最后给了个不错的价格 不过唯一的要求就是今儿利姐能够帮他喂养下家禽 老哥这两日有些感冒 需要好好地休息 利姐那自然是没问题了 毕竟今儿还能在这里混一顿吃的 以及在这里休息 明月在离开 拿上大盆子的利姐 那时轻车熟路的就来到了老哥的牧鼠地 将牧鼠之干砍了后开始拔起了牧鼠来 不得不说荒野老哥的这一片牧鼠林是真的大 而且每一棵的牧鼠树产量还十分的可观 基本上都有着四五根的牧鼠 不一会的功夫 利姐便拔出来了一大堆的牧鼠来 再将一根根牧鼠砍下来之际 利姐还将部分泥土给去除掉了 最终可是搞到了满满的一大盆子牧鼠来 将所有的牧鼠拿到房屋前后 上面的泥土还需要进一步地处理 烤到用水清洗不太方便 利姐还是选择了继续地刮掉牧鼠的外皮 让牧鼠露出洁白如玉的牧鼠肉来 而听着利姐制作猪食的野猪鞋 那是开心得很 就连抓来的那只小野猪也是 面对牧鼠骗它们也不挑食 竟然吃了起来 处理好的牧鼠还需要一一地切割成块 如此一来才方便喂养野猪 利姐先是将牧鼠快倒了一部分给大野猪 一段时间不见 大野猪还有些认不出利姐来 不像这群小野猪 那是美滋滋地对着下方的牧鼠快开吃了起来 对于大野猪的表现 利姐也是有办法应对的 那便是来到附近的竹林 在这里可是有着不少新鲜的竹笋 利姐准备采收后用来喂猪 当然 主要的原因还是那点牧鼠不够野猪吃的 加上这些竹笋的话 这一顿基本上也差不多 再看看大野猪此时的表现 那是吃得无比的痛快啊 看下样子 它们是更爱竹笋了 小野猪这边的话 利姐也是留了两三根竹笋给它们 没有厚此薄笔 次日一早 利姐早早地就起来了 没想到荒野老哥佐那么好 还请利姐吃了肉 因此原本计划今儿直接走的利姐 那是改变了主意 来到了山林之中砍了一根芭蕉树 左卫的野猪都是生食 利姐今儿准备给它们烹饪一股熟食 砍来的芭蕉树便是熟食的材料之一 不过想要烹煮芭蕉树心 那就必须将其切碎 如此一来才方便快速煮熟 切芭蕉树可是个有意思的活技 因为切片的时候 声音听起来十分的解压 而将芭蕉树剁碎的时候 同样是非常的舒爽 在地面之上切割出一大堆的芭蕉树碎末之后 利姐这才停手 回到厨房内 准备生活烹饪猪食 将熟悉的大铁锅架上 再倒入芭蕉树碎末加水煮了起来 紧接着利姐又将昨剩下的木薯劈砍了起来 毕竟木薯才是猪食中的精华 里面含有大量的淀粉等物质 将其倒入锅中和芭蕉树心一起烹煮后 在大火的作用已经不断地搅拌下 煮出来的煮食才会软弱香甜 而在外面闻到猪食香味的野猪 此时可是无比的期待 待到猪食熟透之后 利姐便开始一条一条地将它们给取了出来 随后为了让野猪今早能吃到食物 利姐还在里面加入了凉水 如此一来才能快速降温 看着利姐提来猪食 小野猪先那是无比的开心 顿时就围了上来 即便是昨抓来的小野猪 那也是无比的开心 毕竟它自个在野外的时候 那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几天能吃一顿饱饭就不错了 更何况吃的食物也是远不如利姐制作的美食 大野猪那就吃得更荒热 不然也不会长到如此的胖了 利姐这一次的离开 大概率短时间是不会回来 因此还将之前留在这里的背包和毯子一并给撞了起来 随后这才离开了这里 经过长时间的跋涉 这次利姐可是寻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又是一个岩石壁的下方 这个区域的空间 那可是要比几日前的那个岩壁下方宽阔多 周围还有着溪水 因此利姐决定在这里打造一个临时庇护所 说干就干 砍来不少的木棍并且将其截断之后 利姐那是立马开始铺设起床位来 和之前需要在地面搭设不一样 这一次最凹槽的位置可是有凸起的石块 直接在上面搭设木棍并且铺设出床面来即可 看看这离地半米多的高度 那绝对是隔绝士气啊 再在上面铺设上凉起 便是一张极佳的床破了 利姐坐在上面那叫一个美滋滋啊 大波妹子狠起来那真是太狠了 敢打扰利姐休息的大鳄鱼 那是做梦也没想到 利姐竟然给她打造了一个超大的鳄鱼笼子 还挂上了肌肉引诱她 这操作那简直是炸裂之极啊 荒野求生对于普通人来说 那真可谓是寸步难行 毕竟即便是利姐这般的打野狂 在夜间还能遇到大蟒蛇 真是十分的惊险啊 利姐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是十分的不容易 之前的她可是靠着挖掘地坑 直接收获到了一头火野猪 拿到荒野老哥那里出手了 不过酷爱荒野的她 很快地又回归到了荒野之中 大半个月没有消息的她 今儿总算是再度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利姐甚至还在瀑布边上 建设出了一个庇护所出来 这环境真是美待了呀 一早的利姐便在周围收集来了不少的石块 准备利用石块和泥土 砌住一个荒野版的火炉出来 靠着一层泥土和一层石块的堆砌 一个简单而实用的U型火炉很快地就成型了 而要火炉能够快速地干燥 方便后续使用 那么直接在里面添加柴火燃烧 利用热量来蒸发水气 这必然是最快的方法 同时利姐也能测试火炉的效果 顺便给自己赏上一壶热水 毕竟在荒野之中能够喝上一口热乎的 那绝对是一种享受 利用残余的木炭慢慢烘烤火炉 接下来利姐则是拿上了弓箭 向着山林出发 今儿的忙碌之下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野外摸黑搜寻食物 可以说是大忌之中的大忌 要不是利姐有着丰富的经验 一般情况下 她也是不会摸黑出没的 夜间是捕捉鸟的最佳时机 即便是利姐这般一箭失准的情况 鸟也是没有飞走 而在第二箭出击之下 树上的大鸟那是应声而落 最终直接成为了利姐的囊中之物 在周围查看一番 并未发现新的猎物之后 利姐这才拿上猎物向着庇护所返回 今夜的夜色十分的明朗 让周围看起来尤为美丽 靠着月光照耀 利姐也是快速地回到了庇护所 将炉火升起之后 开始清理起了大鸟来 这只鸟的个头可是不小 即便是纯肉的部分 怕是也得有个五六两 勉强还是能够让利姐吃上一顿 随着烫火的不断制烤 烧鸟那是烤得越来越香 颜色也是格外的漂亮 不过经验丰富的利姐看得出来 烧鸟的内部还没熟透 还需要继续地制烤 在等待了十多分钟之后 此时的烧鸟那是熟透了 香味十分的浓郁 饿了一天的利姐那是迫不及待地就开吃了起来 烧鸟的味道简直是绝了 吃起来可是要比烤鸡还好吃 加上利姐本来就饿了很久 这个时候吃起来更是美味无比 三下五除二的 就将一整只烧鸟给吃光了 不过此时突发意外 原本准备睡觉的利姐 那是听到了身后的水中有一朵 拿上打野刀的她 小心翼翼地靠了过去查看起来 然而这事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前方的水中竟然有着一只超大的鳄鱼 利姐见状也是吓得一击灵 手中的打野刀攻击范围太短 利姐可是不敢贸然出击 转身在周围找来了一根长木棍之后 利姐那时拿上木棍 开始鼓刀起了鳄鱼来 倒不是说利姐妄想靠着一根木棍 就能拿下大鳄鱼 而是利姐准备将其驱赶到远处去 远离自己的庇护所 毕竟今儿天又黑还没有更好的攻击装备 因此很难拿下大鳄鱼 在将鳄鱼给驱赶开后 利姐这才回到了庇护所 合着衣服睡了下去 待到第二日 一早的利姐就来到了山林之中 开始砍伐起了树木来 利姐这时准备制作一个打野陷阱 毕竟大鳄鱼可是好东西 数量比野猪少得多 拿到市场上去 那绝对能够大赚一笔 不过想要抓到对方 难度十分的大 因此利姐那时砍了一大堆的木棍 这才将他们给打包拿到了庇护所附近 之后只见利姐先是将木棍砍成一米多长的段落 随后这时躲着木棍的段铺劈砍了起来 将其一一的都砍成了尖锐的木棍 难道说利姐这时准备利用木棍攻击大鳄鱼吧 木棍的数量可是不少 加起来怕是得有个二十多根 准备好木棍之后 利姐直接来到了昨日鳄鱼出没的水中 利用木棍对着河床冲击了起来 将四根木棍当作利柱一般的夯入到了河床之中 这四根木棍两长两短 形成一个正方形截面 每根利柱底部还有三组木棍挤压加固 保证了整体的稳固 至于利柱之伤 利姐则是不断地将横梁给绑扎上去 看起来利姐这是准备制作一个牢笼陷阱了 而且在根据两高两低的利柱 高处的利柱上面极有可能设置一道闸门 只要大鳄鱼进入到牢笼内 触发平衡装置后 大门便会落下来 利姐甚至有机会捕捉到货者的大鳄鱼 要知道活着的大鳄鱼 其价值可是要比挂了的高不少啊 再看看利姐接着将尖锐的木棍 一一地沿着木框架内部铺设 并且全部都夯入到了河床之中 制作成了整个牢笼陷阱的强力面部分 不得不说 利姐这般的打野想法真是天才的想法呀 随着利姐的不断操作 整个陷阱的三面墙壁 也是在利姐手中慢慢成形 利姐的牢笼间距下 一旦大鳄鱼进入 那是根本就没法钻出去 至于牢笼的顶部 利姐可是不会给大鳄鱼逃出去的希望 同样是采用了大量的木棍 将其铺设并绑扎在了笼子的顶部 至于大门部分的话 那必然是要直接先预制出一整块的大门出来 而且大门的尖锐端部可是不能少 这样的落下的时候 还能狠狠地扎入到河床之中 免得固定不牢靠 最后被大鳄鱼拱开 将大门放置到笼子内部之后 接下来利姐先是利用绳子缠绕好大门 随后将绳子绕过顶部横梁 这样的话 拉扯绳子 便可以将大门给低了起来 绑砸好绳子之后 也方便利姐布置触发装置 整个触发装置 其实和野猪陷阱的触发装置基本一致 都是两根长木棍卡住带有绳子的短木棍 一旦鳄鱼破坏平衡 大门就会落下来 看看这效果 那真是十分的不错呀 确保效果无误之后 利姐这才将陷阱给恢复了过来 不过鳄鱼可不是傻瓜 自己无缘无故地钻进去 因此幼儿可是不能少了 而且还必须是肉食幼儿 至于能否搜寻到幼儿 那么就得看看利姐之前布置下的石块陷阱 在先后查看了几处陷阱都没有收获的情况下 没想到最后还真的有惊喜 超大的石板陷阱 竟然搞到了一只山鸡 这下利姐可是开心得很 赶紧恢复了陷阱之后 提着山鸡就回到了庇护所 准备利用山鸡作为诱饵 在利姐的一番处理之后 一整只山鸡便清理了出来 当然整只山鸡当作诱饵 那肯定是太奢侈了 利姐只起了一长条带有骨头的鸡胸肉 绑在绳子上 将其固定在了笼子之中 鳄鱼一旦去吃鸡肉 就会触发装置 至于剩下的鸡肉 那自然是利姐的美食了 不过利姐可是没有接着做烧烤 昨夜间可是吃了烤鸟的 今儿换个口味 直接炖煮起了鸡肉来 看看这炖煮好的鸡肉 那真是汤色纯亮啊 鸡肉吃起来也是不干不柴 十分的有嚼劲 吃的利姐那叫一个美滋滋 饱餐一顿之后 利姐也是回到了庇护所之中 一边休息 一边等候着大鳄鱼的到来 然而一夜过去之后 大鳄鱼依旧还是没有到来 见此状的利姐也指得来到附近的山林 继续地布置上了一些石块陷阱 希望能够再次收获到山基 除此之外 利姐还收集了不少的树藤 利用树藤搞起了编织来 还别说 虽然只是普通的树藤 但是他们在利姐的手中 似乎是有了生命一般 不一会的功夫 便呈现出了一个篮子的模样 不过这个篮子可是没有把手 因此利姐先是将多余的树藤 一一地切割掉 紧接着留下两根长藤 将其作为了篮子的把手 就这般的利姐制作出了一个提篮来 拿上提篮的利姐 那是沿着河流开始搜寻了起来 毕竟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田螺 这可是荒野美食之一 不过在寻找螺丝的时候 利姐也是格外的小心 毕竟大鳄鱼极有可能就在附近躲藏着 万一一不小心 那绝对是要吃大亏的 不得不说这里的螺丝是真的多 有些位置那是一个区域就有着十多颗 这让利姐收集起来可以说是十分的过瘾 很快的篮子之中便有着一百多颗的螺丝了 然而令利姐没想到的是 大鳄鱼没有遇到 没想到竟然遇到了一条大蟒蛇 半夜在河中泡澡的大蟒蛇也是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人类 本想着将人类吓跑了他 确实没想到利姐十分的胆大 拿上木棍对着他就是一堆古道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在一人一蛇的不断对流之下 大蟒蛇终究还是没有抗住利姐的攻击 最终老老实实的退走了 至于利姐的话 今夜间可是没有回到瀑布位置 而是就近的来到了之前的山洞庇护所 担心大鳄鱼袭击的他 夜间还是选择来到了这里 起锅烧油之后 将螺丝加入了锅中 在这里制作起了炒田螺来 不得不说今儿螺丝数量真是不少了 再多一些的话 怕是小锅都装不下了 带到螺丝熟透之后 利姐这才美滋滋地开吃了起来 田螺肉味道鲜美 还富含蛋白质 这可是荒野美食啊 看看利姐这赤螺的速度 那真叫一个快 一大锅的螺丝很快地就见了底 来到次日 利姐正准备在这个庇护所内睡个回笼教室 外面确实有一响 赶紧查看的利姐可是开心得很 因为大鳄鱼总算是出没了 估计是大鳄鱼闻着鸡肉的味道跑回来的 见到大鳄鱼正一步步地走进牢笼 利姐心中无比的激动 希望大鳄鱼赶紧地吃鸡肉 然而令利姐意想不到的是 大鳄鱼进去绕了一圈之后 最终也没有对着鸡肉出手 好家伙 这只大鳄鱼是成精了吧 竟然看破了利姐的意图 最终那是直接逃走了 利姐本以为鳄鱼出去后 一会还会回来 毕竟野外的动物十分地谨慎 但是等候一番也没发现对方回来 自己出去查看牢笼处 那是毫无动静 见此状的利姐 心中十分地懊恼 提上打野刀的她立马在周围搜寻了起来 真是胆肥啊 可惜一番搜寻之下 却是没发现大鳄鱼的身影 措施超级大鳄鱼的利姐 那是无法再待在那个伤心之地了 于是乎 接着装备的她再度出发 来到了未曾探索过的区域 准备开启新的荒野求生 这一次利姐建设庇护所的位置 那绝对是最为顶级的 毕竟这个位置原本就有着一个洞 搞不好还是豪猪的洞穴 不过现如今被利姐盯上之后 那必然是要被利姐好好的改造一番 成为自己新的荒野庇护所 而且利姐的改造可以说是大改造 拿上手里铲的她 那是不断地对着地洞挖掘了起来 这一看就是要将地洞尽可能地扩大 打造出一个新的山洞庇护所的节奏啊 然而想要挖掘出一个山洞庇护所 其难度和其之大 之前利姐就打造过一次 那可是足足地花费了两天的时间 好在这一次的庇护多下方本来就有小洞 加上泥土可是要比上一次松软很多 因此挖掘起来的难度可以说是小了不少 看看在利姐不断地挖掘之下 现如今已经是挖出了一个深度1米 高度1米3次的大洞了 这速度和效率实在是太高了 将挖掘出来的泥土铲除之后 利姐自然是又继续地开挖起来 毕竟只有1米的深度 那是没法睡得下它的 而且在挖掘深度的同时 洞口的宽度也是被利姐不断地扩大了不少 这般的操作之下 唯一担心的就是这般的跨度过大 泥土的密实度又比较一般 搞不好会出现塌方的情况啊 到时候那可真是挖得好一身灰 挖不好小土堆了 再看看现如今的进度吧 就这空间那真是不小了 深度足足地有着2米多去了 因此此时的利姐也不敢继续地挖掘 免得到时候塌方可就完蛋了 而是先将里面的泥土一一地去除 之后又提着打野刀来到了旁边的竹林 准备砍伐一些竹子来 作为之后庇护所建设的材料 利姐所在的区域是一大片的竹林 竹子的根系能够牢牢地抓住泥土 其实这也是利姐敢将山洞挖掘的 比较深的原因之一 先后按照所需要的尺寸 将竹子一一地锯成了大量的竹节之后 利姐还利用打野刀 将扑出来的竹节部分 一一地削除掉 让竹节整体上更加的光滑 毕竟这些竹子可是利姐用来铺设 山洞的地面部分呢 没有多余的凸起 这样居住在里面的时候才会比较的舒服 而且为了让庇护所的空间更加的巨大 利姐还在门洞外面一米的地方 先后挖掘出了两个坑洞出来 随后在里面放置上竹子立竹 架设上横梁之后 便可以在顶部铺设上斜坡面的竹瓦 这样的话 不仅是庇护所的空间大了不少 而且在下雨的时候 还能够将雨水引导地流向前方 避免进入到庇护所内 不得不说 利姐这般的操作那真是三套衣服扔两套 真是有一套啊 当然 庇护所要是没有大门的话 万一夜间有狗熊进去的话 那么利姐的荒野求生就极有可能宣告大结局了 因此利姐还利用剩余的竹子 以及树藤 编织起了大门来 而且大门还必须牢靠一些 不仅是竹子的粗度不小 绑扎的树藤以及绑扎的手法 那都是很好的 以此来保证了大门的品质 在将大门制作完毕之后 利姐那时直接将其搬到了门洞前方 看看这尺寸 那真是十分的合适啊 想要大门能够轻松转动起来 同时避免野物一撞就撞开 利姐还采用了上下旋转的开门方式 而不是左右旋转的开门方式 野物来撞击的话 反而会越挤压大门越发的紧密 而利姐平时只需要利用木棍支撑起来竹门 便可以轻易地进出 可以说是十分的方便啊 将大门部分处理完毕之后 就此 利姐的新庇护所便算是彻底地打造完毕 拿上包裹了它 那时直接进入内部 将带来的竹席子铺设到了山洞之间 躺在上面好好地感受了一番自己的心价 十分的惬意 不过利姐可是没有在里面休息多久 很快地变出来了 拿下木棍将庇护所大门给牢牢地关闭之后 利姐便向着附近的河流前去 一进坚的餐食还没有解决啊 虽然山林之中竹笋可以说是很好找到 但是利姐还是决定来河边碰碰运气 看看有没有鱼 不过从河前看来 鱼是没有发现 但是河中倒是有着大量的螺丝 前些天利姐还吃过一顿 那鲜美的滋味实在是令她难以忘 其而自然是少不了一番捡螺丝了 这种干净的水流之中 孕育出来的螺丝肉质十分的纯净 不过就是个头比较小 捡起来相对慢不少 不过好在螺丝的数量很多 基本上一尺见方的区域内 至少都有着两三个螺丝 多的地方甚至十多颗 因此利姐的进度也是不慢 前前后后的 利姐花费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便收获到了一篓子的螺丝 可以说是余货满满的 而接下来 挖掘了大半天煽动的利姐 浑身那是除了汗水就是泥水 因此美滋滋的泡个澡 绝对是最佳的选择 这部分画面不精彩 我就替大家看看 舒舒服服的泡了一个凉水澡之后 利姐那是感觉浑身都通透 无比惬意的她也是拿上田螺 向着庇护所返回而去 这是要准备烹饪 今儿在新庇护所的第一顿大餐了 不过在这之前 利姐还需要搞出一个火炉来 只见利姐先是将三根 比较粗的木棍夯入到大地之中 这样便是一个简易的火炉支撑了 在下方升起火堆之后 便可以将平底锅放在三根立柱之上 接着倒入螺丝开始翻炒了起来 当然 这些螺丝已经被利姐在河边清洗干净了 而且这般的烹煮下 足够的热量能够彻底地将螺丝给煮熟 避免吃了之后出问题 一会的功夫 螺丝便熟透了 利姐此时那是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田螺 开始吃了起来 吃小螺丝将就一个字 缩 顾名思义 那便是将螺丝肉吸出来发出来的声音 因此吃螺丝又被大家叫做梭螺 不得不说利姐真是梭螺的高手啊 那是一口一个 不一会的功夫便将一瓶底锅的螺丝给吃完了 吃的那叫一个美滋滋啊 饱餐一顿之后 那必然是要回到庇护所好好地休息一番才行 经过一夜的休息之后 次日的利姐可谓是精神焕发 浑身都布满着镜 一大早的她 那时拿上了打野刀 在周围的山林搜寻起来 一栏是熟悉位置 二栏是寻找野物的踪迹 还别说 利姐在这片区域还真的发现了野物的活动痕迹 地面上不少的土瓜 一种小野果 不知道是被何种生物给吃了一大片 见此状的利姐一见 那可是高兴得很 毕竟看那地面的区域 野物必然不会太小 要是能够抓到的话 利姐可是能够美滋滋地吃个一两天去 因此利姐那是马不停蹄地在周围砍来了大量的木棍 选择了一处还有着不少的土瓜的位置 准备在这里设置一个打野陷阱 希望能够实现吃肉自由 为了增大概率抓到野物 利姐这一次可是十分认真地准备了起来 将木条砍成木段 接着再将这些木棍一一地劈砍了起来 将其一端砍出尖锐的端部 至于这些木棍的布置 只见利姐先是在地面利用四根木棍画出一个正方形 接着又用四根尖锐的木棍 一一地敲击到正方形的四个角上 接着便开始绑扎起来 这是准备制作一个正方形的打野牢笼的节奏啊 利姐先后在立柱的底部中部和顶部 分别绑扎上一个木棍之后 木牢笼的框架部分便布置好了 而后再按照间距七八厘米的距离 将一根根的木棍绑扎上去 逐步地完善牢笼陷阱即可 这般的间距也是利姐根据估算也无大小设计出来的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错呀 随着最后一根木棍绑扎上去之后 牢笼陷阱的四周便算是布置完毕了 不过顶部的话 利姐也是打算布置上木棍的 毕竟这个牢笼的高度不算高 要是万一野物的弹跳好 那可是可以轻易地跳出去 至于牢笼陷阱的架设问题 利姐那可就太熟悉了 直接搞出了一根门式框架作为支撑 利用绳索绑扎在笼子上 不断地拉扯起来 便能够将笼子给拉扯到高处 再在地面上设置好两根反向竖刹后 又在绳子末端绑扎上一根短木棍之后 大家最为熟悉的两木棍卡住短木棍的触发陷阱就出来了 在增设一堆触发杆后 一旦野物破坏陷阱平衡 牢笼便会落下来 将其困住 不得不说 利姐设置的打野陷阱 那效果真是很不错呀 确定陷阱没问题之后 接下来利姐便再次地将陷阱给拉扯了起来 并且将触发杆都好好的布置上 同时在上面放置上了大量的树叶 而红红的野果地瓜 则是被洒落在树叶之上 作为诱饵来使用 另外 利姐还在陷阱周围布置的大量的绿色枝条 将陷阱给彻底地伪装了起来 至于剩下的 那就只有交给时间了 随后的利姐那是直接来到了河边 开始在河中搜寻了起来 从而发现大量的螺丝 按理说河鱼应该是有关 因此利姐准备再来碰碰运气 还别说 今儿还真的遇到了河鱼的出没 似乎还是一条鲶鱼 直接徒手抓鲶鱼可是不好抓 为此利姐那是搞来了一根竹子打造的鱼叉 拿上鱼叉对着鲶鱼就是一顿输出 在先后经历了9987叉后 大鲶鱼总算是领了河饭 被利姐给拿捏住了 个头上还不错 毕竟多点的样子 而且这样的鲶鱼还不止是一条鱼 在另外一处水坑之中 利姐再次发现了一条鲶鱼 挨了一叉之后 利姐以为可以轻松拿捏了 没想到却是被鲶鱼戏甩了一份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这条鲶鱼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利姐的手掌心 和前一条鲶鱼一同串在了一起 成为了利姐的囊中之物 至于这两条鲶鱼 你觉得利姐会怎么烹饪它们呢 回到庇护所之后 利姐那是迫不及待的就开始整理柴火 准备升起火堆烹饪河鱼 这次利姐直接将河鱼夹在了竹子之上 放在了火堆上炙烤了起来 随着炭火的不断升温 鱼肉也是快速地熟了起来 看着烤得滋滋冒油的烤鱼 利姐那是无比的开心 撕扯下一大块便美滋滋地开吃了起来 清澈的河中生长的鲶鱼 其肉质鲜美无比 而且鱼刺又少 可是让利姐大饱口服了 在庇护所休息了一番之后 利姐可是没有忘记自己打造的陷阱 毕竟要是能够捕获到极品眼 那可是能够吃上好几顿的 而当利姐来到陷阱处时 只见陷阱已经落下 激动的利姐上前查看一番之后 好家伙 里面竟然是一只超大的火鸡 这下可是把利姐给高兴坏了 赶紧地将火鸡给拿了出来 至于火鸡该如何处理 利姐自然是选择了烤鸡啊 这般巨大的火鸡 足够利姐吃上的两天去了 在一番制烤之后 一整只烤鸡烤的那叫一个焦香似义 利姐那是迫不及待地将气给取了下来 美滋滋地撕扯下了一个大鸡筒 便开吃了起来 不得不说 今儿的利姐那真是大饱口服了一碗 接连着就吃上了鱼肉和火鸡肉 简直是太过瘾了 然而令利姐没想到疯狂的饱餐之后 后续几日时间里 利姐设置的打野装置竟然无一例外地空了 面对这般的境遇 利姐也是不得不背着背包 拿上工具离开了这一处庇护所 准备继续向着未知的区域前行 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之后 利姐找到了一处不错的岩洞 这个位置看起来空间十分的大 而且四周也是比较的干燥 稍微清理一番 便是一个不错的庇护所建设地 这一次利姐倒是没有之前挖掘山洞那般的辛苦 只是将地面倾斜的泥土挖掘一番 整理出了阶梯状的踏步 可以走到顶部的床位即可 当然 床位有了 利姐也不会直接睡在上面 毕竟泥土的湿气还是有些重 因此利姐来到了山林 开始砍伐起了树木来 这些木棍经过一番修整之后 便可以紧靠着地铺设到床面之上 这样的话也能够有效地隔绝地面湿气 再加上利姐的席子一扑 一个床位便处理完毕了 完事之后利姐还在床位前面 处理了一块位置 将三根粗木头夯入地面 搞出了一个火堆位置 而在庇护所附近 这里可是有着一条清澈的小溪流 将庇护所选择这里 利姐也是充充分地考虑到了用水自由的问题 再看看这庇护所的空间 以及这个时间段还能有一些阳光照耀进来 不得不说 这还真是颇具美感了 待到热水烧开 利姐便美美地来上了一杯热茶 随即这才拿上打野刀在附近搜寻了起来 而这一次利姐可是有着惊喜的发现 因为她找到了一棵被啃食的芭蕉树 并且在周围发现了不少野猪的脚印 同时附近的区域内 这般被啃食的芭蕉树可是不少 想必这块区域定然是野猪喜欢出没的位置 见此状的利姐呢是十分的欣喜 立马就砍来了不少的木棍 开始制作打野陷阱 不过这一次倒是没有搞得太复杂 毕竟今儿都是下午了 利姐那是利用树藤和一旁的小树 打造起来弹立绳套陷阱来 这样的打野装置对于她来说 那可是布置过太多次了 可谓是驾轻就熟 在将陷阱布置完毕之后 考虑到今儿餐食的问题 利姐那是再次来到了溪流边上 想要搞点螺丝吃 然而令她十分惊喜的是 溪流之中竟然又是溪水鲜鱼 想到几月前吃过的溪水鲜 利姐嘴角的泪水那是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由于溪流之中的石块太多 想要抓到溪水鲜的话还不容易 为此利姐那是开始将多余的石块 一一地清理开来 如此之后 捕捉溪水鲜的时候 可就要简单得多了 这步 利姐便成功地抓到了一条 一斤左右的溪水鲜 看起来可以说是十分的不错 有了一条渔祸之后 利姐立马又对着其他的区域搜寻了起来 在一番搜寻之下 利姐还真的又一次地发现了一条溪水鲜 这次的位置空旷 利姐那是拿上了打野刀对着溪水鲜就出了手 最终经过一番斗智斗勇 下方的溪水鲜终究还是难逃命运的大劫 成为了利姐的囊中之物 与另外一条溪水鲜鱼双双复黄泉 而此时 令利姐没想到的是 陷阱处的摄像机记录下了惊人的一幕 这里真的是有着一只野猪出没 不过野猪竟然及时间便冲过了弹力绳套陷阱 简直是太快了 拿上渔获的利姐 沿着来石路返回的时候 顺便去看了一眼绳套陷阱 确实发现陷阱被触发了 但是没有猎物 见此状的利姐通过摄像机知道了野猪出没 心中也是有了打算 回到庇护所之后 这一次的利姐可是没有像之前那般的制作烤鱼 毕竟几日前的烤鱼烤鸡都是烤制的 今儿的这条鱼 那必须搞成炖鱼 一番烹饪之后 看看这烹煮的鱼肉 那真是汤色纯白啊 待到鱼肉彻底熟透之后 利姐那可是美滋滋的开吃了起来 吃的那叫一个过瘾啊 饱餐之后再美滋滋的睡上一觉 绝对是人生一大幸事啊 舒舒服服的休息了一夜之后 次日的利姐那是精神被报 今儿的她目标只有一个 那便是左溜走的大野猪 一早的她便来到了神套陷阱处查看了起来 好家伙 这一次神套依旧是被触发了 但是大野猪同样是没有中招 这样的情况利姐还是第一次预见 大野猪简直是在挑衅她荒野打野女王的地位 面对这般的挑衅 利姐又岂能善罢甘休 沿着野猪路线搜寻一番之后 利姐可是砍了一根木棍 准备挖掘一个地坑陷阱出来捕捉野猪 这一次的利姐干劲十足 一定要给大野猪一点颜色看看 因此那是越挖越有劲 关键是挖掘的地坑尺寸还不小 看看这尺寸有个一米多宽两米长去了吧 就这般的截面尺寸下 利姐挖掘的最终深度定然不会低 果不其然 在利姐的不断挖掘之下 看看此时已然是看不到她蹲下的身影了 关键是利姐依旧还在继续地挖掘 这一次的大野猪估计是要倒大霉了呀 随着利姐的不断挖掘 以及将坑内的泥土拿出去 又能够将坑壁给加高 于是乎最终利姐挖掘的地坑深度 怕是得有个一米四五去了 垂直的坑壁下 野猪想要逃出来那可是十分不容易的 更何况这还只是一部分而已 因此接下来利姐又在周围砍伐了不少的树木 准备利用木棍打造地刺 这些木棍先是被利姐一一地劈砍成端 接着又将每一根木棍的端部都给削尖了脑袋 制作成为了一把把的双头木剑 看看这些木剑 汪式剑锋就得有个十多厘米 大野猪只要中招 那绝对是领和饭的命啊 至于为何是双头木剑 那是因为这样在放置木剑的时候 尖锐的端头能够很好地布置到地坑之中 至于木剑之间的间距问题 利姐选择了二十厘米左右的间距 毕竟按照它估算的野猪大小 只要落下去的话 最少也会挨到两根木剑 加上地坑的深度 基本上是有来无回的节奏 看看这布置完的地坑吧 这般的设置 那真是老虎见了的流泪 狮子遇到也心碎的节奏啊 布置好地坑后 紧接着利姐还搞来了不少的细木条 将其铺在地坑上方 随后则是覆盖上大量的树叶用来伪装 毕竟野猪可不傻 看到坑还直接跳上去 最后再在上面覆盖上大量的枯树叶后 这样的话 陷阱才会和周围融为一体 至于两侧插满枝条的话 主要是拦截野猪的其他行径路线 让野猪沿着中间走 才会掉进去 当然 最后芭蕉树诱尔自然是不能少的 至于剩下的 那就只能看运气了 随后的利姐则是继续地在山中搜寻 毕竟今儿的餐食还是要解决的 今儿的利姐可以说是运气格外的好 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棵木薯树 将多余的枝条砍掉后 利姐那是很费了些力气 才将下方的木薯给拔了出来 还别说 这棵木薯接出来的果实还真不少 足足地有着好几根蛆 全都被利姐给打包带走 回到庇护所拿上锅具之后 利姐那是直接来到了溪流边 开始将木薯的外皮衣的包剧 只留下里面洁白如玉的木薯肉了 木薯含有大量的淀粉 在野外可以说是一种极佳的美食 而且口感软糯 味道香甜 绝对是荒野美食了 为了烹煮方便 利姐还将所有的木薯都给一一地切了块 最后这才拿回到庇护所 放在炭火上烹煮了起来 待到木薯煮熟之后 那时散发出了阵阵香气 利姐也是迫不及待地将锅具给拿了下来 随后美滋滋地开吃了起来 而此时天色也是逐渐地暗淡了下来 时间很快地来到了次日 利岛的利姐便迫不及待地向着地坑陷阱前去 准备查看一番 而随着利姐慢慢地靠近陷阱 竟然发现陷阱被触发了 而这一切还得从一个多小时前说起 只见一只大野猪悄然地靠近了陷阱 并且闻着芭蕉树的气味 慢慢地走到了陷阱之上 一瞬间 野猪便跌落了下去 见到陷阱被触发的利姐 那是迫不及待地将上面的覆盖物拿开 开始查看了起来 好家伙 里面竟然有着一只大野猪 此时的大野猪那是中了招 直接被扎中了 画面有些太美 这下利姐可是开心了 直接将大野猪给拉扯了出来 美滋滋地向着山下走去 看样子这是打算出手大野猪的节奏啊 大野猪的跌行 你会把他一点就 unconscious 不适ة ANK YOU